好了,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來講 接下來2024年5月5日,星期日,沙田賽馬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就叫做單Q一窗國 我和大家買兩隻馬匹 至於我們買到的場合,就是這場的第九場 這場第九場,就是我們的三班泥地1200米的賽事 今場馬上,有些馬最近的成績都特別飆青,特別好 說的是6號的花哥侯王,和8號的福國寶 這兩匹馬最近的成績都很厲害 花哥侯王,最近第二第一,另外福國寶也第三 這兩匹馬都是最近入到Q,甚至贏到馬的馬匹 這兩隻馬,近跡那麼強,接下來這場值不值得來買呢 我們先和大家來看這兩匹馬 看看這隻最近贏到馬的花哥侯王 這隻花哥侯王,其實最近那兩場都在跑泥地的賽事 這隻馬,在4月3號,跑泥地千二四班,由鍾益禮來贏 之後去到4月20號,跑泥地千二三班,都是由鍾益禮來贏 鍾益禮都非常配合這隻馬 而大家看看花哥侯王上將的第二,是對著哪些對手 花哥侯王上將就是純粹輸給星龍驅 贏就贏那些福國寶,海船時光,明心之遇 而敬歷這一堆馬 而接下來這一堆馬都會再出的 大家看看,其實接下來這一場馬 那些福國寶,海船時光,而敬歷,時兆滿意 接下來都會再出的 即是說,接下來有四匹馬都會再出再跑的 而這隻花哥侯王上將是贏過他們的 贏過離境同場,再出的四匹馬 所以二馬論馬的話,照計這隻花哥侯王 他都要秤先,在離境的場上都要秤高一點 所以就是說,這次花哥侯王再出 再跑那些沙田草的三班千二米 照計這隻馬要買的 還要放中逸禮上去 贏馬拍檔中逸禮,照計都好處 那我們會不會買他呢? 其實這一場馬,我就沒有選到這隻花哥侯王來買的 雖然這隻花哥侯王上將贏到 離境同場這麼多一匹馬都好 這次我都沒有選到他 為什麼不選他呢?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其實這隻馬呢,這次再用中逸禮地水騎 已經沒有那麼好處了 因為中逸禮現在已經升格了 人家升到大師傅了 所以純粹只能夠減3磅 減3磅比之前減5磅已經沒有那麼好處了 負磅方面沒有那麼好處 第二件事就是,這次這隻花哥侯王排了個劣檔 十二檔來跑 其實不是說這隻花哥侯王沒有實力 這隻馬的確確是挺有實力的 贏過離境同場很多隻的 但是有時候有些場合我們要看回形勢 看回制御的 是吧? 這次花哥侯王排著十二檔 怎麼跑啊? 是吧? 我覺得再有實力的馬你排著十二檔都難跑 更何況你用中逸禮來騎 中逸禮始終他處理的劣檔 不是說那麼好 其實今季都顯示過給你看 今季的時候 今季在3月16號 跑的泥地千二三賓賽事 當時就排著十一檔劣檔來跑 又是用中逸禮來騎 而這隻花哥侯王 其實是發揮得不太好 大家可以看看 當時十一檔的就是花哥侯王 這裏就是他 黃黑格仔衣服 黃色帽子 紅色戰爪出去了 大家可以看十幾點跑 今場馬是花哥侯王排列檔 所以頭段就被人頂了出去 一路頂一路頂 都走著四疊五疊 好遲才是說 慢慢埋回去 這隻馬 是吧? 就算埋到回去 都還要走著二三疊尾椅上的位置 所以這隻馬之前 一排列檔 你會看到他跑得很吃力 是吧? 根本上 就要蝕著來對他跑 所以就是說 其實這隻花哥侯王 一排列檔 他很難跑 最終都只能夠 拿第七回來 這樣輸去做 那就是因為這些檔輸 一排分漂亮檔 他是不同的 一排三檔 排二檔 他第一第二 是吧? 所以他的檔位 對於這隻馬來講 影響很大 真的對於這隻馬來講 影響很大 所以這次他排列檔 我說不試他了 免得選他了 富翁又不是說那麼好 反而選分同場的另外的馬 來買好過了 至於這次我們會選哪隻馬 是哪隻呢? 第一次我們會選馬匹 其實就想選分這隻二號的 海旋時光來買 為什麼會選他呢? 我們先看看這隻海旋時光的賽跡 那這隻海旋時光 其實上將呢 都是說跑了泥地千二米三班賽事 跑了第四回來的 而他這個第四 大家認真看 其實就是輸給哪些馬 輸給花國後王 輸給福國島 接下來有兩匹馬 再出的馬都跑得好過這隻海旋時光 但是我們為什麼 多會是說選到這隻海旋時光 沒有選到一隻福國寶 也沒有選到那隻 花國後王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 這隻海旋時光 上將判斷 如何騎它 如何發費 上將這隻馬 是排著七檔來跑的 這裏就是他 八三八母 紅色戰爐出了 大家看看他怎麼跑 今場馬這隻海旋時光 排著七檔來跑 頭段都被人頂一頂 你看得到 他 不能夠賣爛 很遲才能賣到 去到九百多米 潘斷斯銀進去 所以這隻馬 其實排七檔 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好 再加上他今場 都留得後 其實排了七檔 現在都留到大約六七位 這樣 留到六七位 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件事就是 今場馬都不來追 很明顯都不是說 那麼好追的賽事 所以海旋時光 流到那麼後 很難跑的 再加上就是說 你看回 去到轉彎 入直路的時候 冠軍騎司發生什麼事 冠軍騎司 就是說 嘗試在裡面 來找位 但是一路 其實都不能夠 是說 跑得好的 這隻馬 遲遲都未踏穿的 你看得到 其實這隻馬 在這裏 已經被人擋了 其實他前面 是被花光喉和二敬力 擋住了跑線 正常 你這些馬 是拼出去外面 來衝的 但是因為被人擋住了 他要走入面 走入面 有什麼問題呢 走入面 這隻馬 就要被人掩住來跑 海旋時光 被人掩住來跑 其實他是很難踏穿的 你看得到 這隻馬 其實潘進騎他幾下 他都沒有什麼反應 這隻馬是很難踏穿的 之後 潘進去修正 再推幾推 現在這隻馬 才開始有走勢 看得到 所以這隻馬 其實是遲遲都未踏穿的馬 上將其實是很遲踏穿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上將的第四 雖則是輸給那些 什麼鬼的 福國寶和花光喉王 但是 輸是因為他的制度差 海旋時光是遲遲未踏穿的 他真的被二敬力頂住了 二敬力 花光喉王兩隻馬 頂住了他的 搞得他很難跑 七檔對他也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 這隻這樣的馬 就在那個位置 捐進去的時候 那個位置 凸了一點步 搞到 就真的是 所以 最後就是第四 這樣輸了 但是接下來這一場 再出再鬥過的話 我覺得這隻海旋時光 有機會是贏回 花光喉王 和福國寶轉頭 因為第一件事就是 花光喉王這次 由他之前好當變劣當 當位衰了 第二件事就是 負榜也衰了 上次110磅 接下來那隻花光喉王 要揹成 嘩 大佬 119磅 重了9磅 來跑 負榜其實很虧的 那隻花光喉王 相反那隻海旋時光 之前1、2、7磅 是吧 1、2、7磅 接下來只不過是 1、3、2隻 重了5磅 檔位還要正了 之前7磅 今次變2磅 所以無論任何條件 海旋時光今次都 有優勢過那隻花光喉王 是吧 所以我覺得 海旋時光有機會 就反勝那隻花光喉王 至於為什麼我會認為 海旋時光今次都有機會 反勝那隻福國寶呢 福國寶今次排一檔很正的 原因就是 我認為這隻福國寶 4月20號 這個賽馬日 擺頭走的馬是非常好 這場馬也是 擺頭走的馬是非常好 這場馬也是 這隻福國寶就是非常好 這隻福國寶就正正擺頭走 為什麼他跑得好 根本上爲為何他跑得好 為什麼他跑得好 為什麼他跑得好 他賺了整個步出形勢 擺頭走得好 但是他最終居然都只是第三 最後都叫做 開始腳仔遠 被後想馬追到上來 花光喉王都過了 海旋時光 都差點過他 不過別人是其他人 所以我覺得 其實再跑多一次 這隻海旋時光 是能夠反勝那隻福國寶 因為別人 在不利形勢去到跑 這次呢 就不同了 就很棒了 就海旋時光 排二檔 二檔其實這隻馬可以押回前來跑 上將潘頓排七檔跑得不好 一個制語不好 這次 嘩大哥 你排著二檔還不可以 像之前贏馬那樣押前 是吧 這隻馬最正宗的跑法 其實是在二三位來跑 二三位 贏馬是在二三位的 所以這次呢 排個漂亮檔 在二三位來跑 我覺得整件事是完全不同了 真的可以完全不同了 因為這隻馬呢 其實這些第一 我告訴你 他呢 之前呢 擺前地走 是贏到花果侯王 花果侯王 好怕當全龍驅 旋風飛影天能見 這些馬全部不夠去跑 所以有時候就是說制語 制語好的時候 你的跑法對的時候 這隻馬就可以了 所以 接下來呢 排名檔再試一次 我覺得 這次潘頓再騎他 很明顯 他就想改善上次的問題 騎過一次呢 我相信潘頓知道 怎樣騎的了 知道怎樣走位 擺哪裏才對的了 所以 真的試一試一下 我們第一隻會選的馬匹 選這隻二號的海旋時光 來買先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我們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今次第二隻會選的馬匹 是哪一隻呢 其實我想選這隻三號的喜智寶來買 那為什麼今次會選到喜智寶呢 我們先看這隻喜智寶的賽則 這隻喜智寶其實上將也跑過第五回來的 都跑得有點頑皮 成績不太好 但是為什麼都仍然選他呢 我們先來看喜智寶上將到底是怎樣跑 上將用了何則 由你對騎的 排了十檔 這裏就是他 黃衫 紅帽 紅色戰爐主座 大家看看喜智寶怎麼跑 這隻喜智寶呢 其實上將呢 你看得到 他都是說 留了後來對他跑的 是吧 在那些包尾的位置 這樣跑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都是說比較吃虧一點 因為今場馬呢 留後的馬不是那麼好 再加上 其實今場馬很奇怪 你記得到 一開始出閘的時候 就有些馬 哇 跌了後 是吧 有些馬 慢閘 有些馬跌後 搞到呢 其實後面那隻馬呢 即是說這隻喜智寶呢 也有影響 是吧 其實這隻馬也有點害怕 你看得到 是吧 何則堯都 縮一縮的 有一次 你記得嗎 何則堯 縮一縮的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何則堯在這裏 縮一縮的 是吧 都會撕一撕 他 被他這隻馬嚇倒了 那麼 這樣跑呢 後面來對他走 不是那麼好 去到鑽入直路 這隻馬呢 更加說 拼了出去 來對他跑了 拼到差不多十疊 11疊 拼到這麼出 那麼大 都虧了腳情 都比較吃虧 還有些馬 走掉 所以就導致了 這隻喜智寶 最終就追不及了 只能夠說 怎樣 只能夠說 跑第五回來 這樣輸毀了 這隻馬是這樣輸的 我認為 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隻馬呢 上將呢 排了一個劣當 還有些馬在那裏 搞來搞去 又慢襲又成這樣 才導致了這隻馬 那當然 再加上上場 慢步速 很慢的步速 就不來他追 他就不要跑了 所以其實我認為 這隻喜智寶 上將這些賽職 上將這個第五的賽職 是完全不能夠做得準的 其實可以直接拆掉他 你拆掉他 你拆掉他的賽職之後 你會發現到 這隻馬呢 其實是一隻 挺兇的馬來的 尤其是說 跑泥地的時候 你看回 這隻馬 在今季跑泥地的時候 那些成績 其實就 未脫過頭三名 今季跑兩場泥地 千二三班 兩場都可以有格的 一場第一 一場就第三 所以這隻馬 泥地性能是很好的 今次轉場地 跑回泥地 千二米的三班賽事 這隻馬 怎會沒有競爭力呢 其實我覺得這隻馬 絕對有一章 那當時他贏馬的那一場 都是贏好拍檔 八心八戰 花果猴王 閃電龍之心這些馬 那些馬就是接下來再出那些 是吧 花果猴王就是這樣 曾經輸過給 原來是喜至寶 是吧 大家看到嗎 當時 當時花果猴王 是不夠他跑的 而 大家可能認為 花果猴王 是一隻很厲害的馬 最近因為 又第一又第二 但是原來 曾經是不夠喜至寶跑的 所以你想一下 這隻喜至寶跑泥地有多厲害 根本上是很強的 在三班 是一隻很兇的馬 跑泥地的話 贏花果猴王這些馬 都整個馬位 如果你覺得花果猴王 喂 泥地性能好的 跑泥地可以的 其實不是曾經輸過給喜至寶 是吧 輸整個馬位 當然在這場馬 喜至寶不只贏他一隻 是不是 喜至寶 原來就是贏了哪些 原來就是贏了 志強不息這些馬 志強不息 十二號 其實都不夠他跑的 是不是 都不夠他跑的 所以 這隻喜至寶 我覺得在未來這一場 是能夠 稱得很高的 這次還要排漂亮檔 排著六檔來跑 不需要像上次那樣排十檔 排十檔劣檔他也難跑 但排六檔好跑了吧 排六檔七檔這些檔位 他是贏花入架的 所以對他來說很棒 所以我認為這場馬 他跑上來的 制宇的形勢完全不同 很適合他 真的很適合他 這次賽前操練也做足 做足操練來跑 放回 誰呢 放回贏馬拍檔何摘堯 何摘堯 還要贏過他 不止一次 還要贏過他很多次 何摘堯熟了這隻馬 所以放心 這次不是田太空騎 田太空騎 你可能要害怕 但何摘堯 晚上不動騎 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第二次會選到馬匹 選這隻三號的喜子寶 好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兩匹馬 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投注策略 今次我們會買的彩池 其實就是連贏及位置Q的彩池 用這個彩池 去買我們剛剛才提及到的兩匹馬 就可以了 今次就是這樣買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不妨試一試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都祝大家 你贏多一點 今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